今天呢是2022年的6月3号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山东青岛平渡市口子村 它这个樱桃种植面积啊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循运国巧克力之后的一个回访啊 你好李大哥 你好你好你好 这一片樱桃园也是用了巧克力啊是吧 对对都用了巧克力 咱们这个园子有多少亩地啊 它是亩啊 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咱们这个用了巧克力的之后这么一个效果 啊可以 用了巧克力以后 这树是长得是比较旺 那叶片就比较肥 比较厚实 比较浓绿 特别的好 这坨树用巧克力 以前做过它就是下面有个小鸟 这坨用巧克力以后 这果吧特别大 它红 上色效果特别好 表光也好 硬度也特别好 它没有那种七型的果 那李大哥之前的时候一般是充的什么肥料 之前一般充的是富货肥 咱们这个巧克力接触了几年了 三四年了 之前你觉得充富货肥和充巧克力 它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 充富货肥它果比较小 表光不好 那就是七型果比较多 用了巧克力以后 表光特别好 刮果量特别多 没有七型果 我看咱们这个樱桃园里这个双八胎这一个看不到啊 对 就是用了巧克力以后 就没有那种七型果 它感觉咱们这个树的这个涨势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对 特别的旺 茂密 食堂价就十块到十二块钱之间 然后咱们这个果的话 去卖的话 占不占优势啊 优势就是 它果我的硬度特别硬 硬度非常高啊 对 然后亮度特别的亮 果也特别的大 这个饮食非常的高 非常地好了 差的非常地大 咱们现在的话 一天的话 平原能够采摘多少斤 平原一天的话五六百斤 尝着要 就往那就送就行 非常地抢手啊 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口感 这个口感特别的甜 市场就没有这样 回头客比较多 卖都是自己来 自己来以后 基本上每家都要一百多斤 刚才我吃了一下 我觉得咱们这个樱桃园这个口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化果量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对 表光特别好 这样的 其实我摸着看 果皮的亮度 特别亮 硬度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现在收银桃 它又害怕发软 但就喜欢这个硬度高的 亮度好的 好卖 好出手 价钱高 可以看一下这边 那么结益都没有这么大 那么小果就三四块钱 那果就六七块钱 比往年多 能多收一万多块钱吧 整体对咱们这一块表现的是比较满意的吧 特别满意 感觉这个肥料和复合肥相比的话 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明显 也感谢李大哥的支持 希望咱们今年能够大丰收 高卖钱